那个女人 你摆得平吗 我心里有数 小心 这个女人 居然生下你的孩子 瞒得这么近 她就不是一个 简单的女人 孩子一定要 不惜代价地争取 至于那个女人 我绝对不许她 进丽家的门 我是一个 不婚主义者 记住你说的话 尽快地把孩子 给我带回来 朋友从缅甸 给我带来一块 翡翠玉如意 翠体通透 我想把它送给伯母 上次你送给我母亲的 那个翡翠玉镯 已经退回来了 你不需要做这么多 只要你心里有我 那就够了 今天公司很忙吗 有什么麻烦事吗 好吧 我承认 我今天听林特助说了 下午发生的事情 她说什么了 她说 你会告到那家杂志社 倒闭 不过他们偷拍的 那些童童的照片 你很喜欢 还有呢 他们还说 你会给童童的幼儿园 捐一所图书馆 我相信不出三天 上到园长 下到老师同学 没有人不知道 吴童童是你儿子 他的确是我儿子 伯母应该很开心吧 老人家都很喜欢小孩子 你儿子 几年前我曾收购过一家公司 那个公司的老板 曾让我妈妈很伤心 我以为我告诉她这个消息 她会给我一个赞赏 结果你知道她给我什么吗 你巴掌 你巴掌 我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 就是要击败她 我成功了 可是我并不快乐 我尝过痛恨自己父亲的滋味 很不好受 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儿子 也跟我一样 那如果官司败了的话 你会娶她吗 我只会要我的儿子 你觉得我的字典里 有败这个字吗 今晚留下来过夜 我要为我新的电影做宣传 我是身空挡溜出来的 我该走了 不要太想我 我爱你 喂 你好 吴小姐 你好 我是张曼迪 立仲谋的女朋友 你好 你找我 我找你有点事 你方便吗 我们喝杯咖啡吧 现在啊 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我就在你家附近 好吧 感谢观看